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半夜腹痛难忍,打电话让在外喝酒的老公把我送医院,他说他不是医生,让我自己打120。 一年后,他未出血躺在我面前的地板上,要求我把他送到医院。 我冷冷地看了一眼,说我又不是司机,你自己打120呗。 半夜醒来,怀孕五个月的肚子不断地往下坠,疼得我很快大汗淋漓。 摸摸身边的位置,果然没有人。 我胡乱地在床头哗啦,总算摸到了手机,拿出来打给老公齐鸣。 电话接通的瞬间,那边嘻嘻嚷嚷的声音便传来了。 我还清晰地听到调笑声,嫂子又查岗呢。 这是一点自由也不给齐哥呀。 呵呵,喂,打电话干嘛? 齐鸣的声音有些冷,可能是以为我要叫他回家。 老公,我肚子疼,你快回来。 齐鸣那边顿了一下,然后冷声道,你肚子疼,打120啊,找我干嘛,我又不是医生。 我疼得手,已经拿不住手机了,汗水流进眼睛里,勉强地开了免提。 老公,我不是为了让你回家和你说谎,我是真的疼死了。 结果那边根本不给我回应,直接挂断了电话。 喉咙发干,咽了下口水,我模糊着双眼操作手机的按键,打了120。 急救医生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去开的门。 再次清醒的时候,我已经进了医院。 家属呢,怎么就孕妇一个人。 急救的大夫在一边喊着,护士急匆匆地赶到我身边,问我能不能联系到家人。 我虚弱地摇头,我是远嫁,爸妈在一千公里以外,公婆在城郊,都赶不过来。 那你老公呢? 我闭上眼睛沉吟了一下,医生,我可以为我自己负责,您说吧,我做最坏的打算。 医生和护士对视一眼,大概都在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无奈。 先兆流产,已经有出血迹象,胎心过快,明显孩子在腹腔内不适,很有可能保不住了。 我颤颤巍巍的双手扶上自己的肚子,心里慌乱,嗓子眼里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医生看了我一眼,大概明白了我的意思,解释道,很多原因,可能是你体质问题,也有可能是你老公的问题。 今晚先用保胎要观察一晚,如果不行,明天准备迎产手术。 我皱起眉头闭上双眼,任由泪水滑过腮边,冰凉一片。 好不容易得来的孩子,他就这么和我无缘吗? 我和齐鸣结婚三年多才怀上这个孩子。 前两年我特别积极地备孕,主要是远嫁,身边没有个亲戚朋友,总想着有个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是好的。 可是一直怀不上,婆婆也着急,给我找了很多片方,为此还喝了不少中药条理。 前两年齐鸣喝酒不算凶,所以我也没有怀疑过是她的问题怀不上。 我老公经常喝酒,是不是对孩子有影响? 我迫不及待地张口问医生,是想证实自己心中的猜想。 那当然了,经常喝酒很影响身体素质和精子质量的。 那医生看了我几眼,似乎觉得我有些可怜,多解释了几句。 其实很多时候,女性在怀孕之后,呕吐,食欲不振,嗜睡,身体不舒服,都是因为男人的精子质量不行。 对于女性来说,那毕竟是外来物,身体会做防御抵抗,好的自然能形成健康的胚胎。 不好的,很有可能在前三个月被生化掉,有的女孩子怀孕了都不知道,就被排出体外了。 我还是第一次听这种说法,震惊的两眼瞪大了不少。 不过,像你这种五个月还这么大反应的也不常见,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不好的习惯? 我有些累了,肚子疼得折腾了大半夜。 实在是脑子没法思考,便没有回答医生的话。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九点多。 拿起手机看了看,一个信息都没有,想来齐鸣应该是宿醉还没有醒。 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等待医生来给我检查。 我内心涌上巨大的恐慌,像是什么要离我而去,我却怎么也抓不住它。 双手摸摸自己的肚子,内心哽咽,孩子,你要走了吗? 我感受过他在我肚子里的活动,但是现在的他沉寂得可怕。 慌乱地叫了医生,做检查。 孩子胎心停了,不在了。 我忍不住歇斯底里的哭泣,一度哭晕厥过去。 护士一直在旁边贴心地照顾我,看我清醒了,医生说你联系家属吧,要赶快做银产手术,需要家属签字。 我反应慢了半拍,才想起来要给齐鸣打个电话。 干什么?怎么不在家,怀孕了还不安生,不能好好在家待着吗? 我这一晚上没回家,回来连口热乎饭都没有,你就是这么做人老婆的吗?赶紧滚回来。 电话一接起来,齐鸣便在那边批判我。 我压了压嗓子,止住脱口而出的委屈。 冷声道,来一趟人民医院,需要你签字。 你干了什么,还折腾到医院去了,就不能消停一点埋一天天的。 齐鸣的声音听上去异常地烦躁,像是昨晚的酒没有喝痛快一样。 他这样暴躁又口无遮拦的话,让我失去孩子心痛自责的情绪慢慢地平静下来。 甚至开始有些庆幸,孩子,还好你没来,要不然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爸爸。 你来吧,今天需要做银铲手术。 那边突然传来一阵稀里哗啦的声音,还伴随着齐鸣的脏话连篇。 李静,你干什么了,为什么要做银铲手术? 我TM,我没有听他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 护士尽职尽责的旁边帮我测血糖血压,时不时地还投给我一个怜悯的眼神。 我不想要同情,索性闭上眼休息。 齐铭找到病房的时候,头顶着鸡窝,穿着拖鞋,衣服上衣是睡衣,裤子是西裤,整个人看上去十分不休蝙蝠。 他站在病房门口高喊,说娶了我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三年生不出个孩子,这好不容易五个月了又给做霉了。 看来是找到我之前,他先和医生了解情况了。 病房里的其他人纷纷对他投去意味不明的眼光。 护士长带着几个人过来劝他冷静,并且告诉他,胎庭不一定是我的原因。 但是他根本不听,一味地要把所有责任推在我身上。 昨晚医生问我是不是还有什么不好的习惯我,没有回答。 其实,自从我怀孕开始,秦明便各种应酬不断,基本每晚都是很晚回家。 一开始我很担心他,怕他喝醉了回不了家,大冬天地在外面冻坏了,所以超过十点就打电话让他回家。 起先他还哄我,敷衍我,说会回来,真正到家的时候总得两个小时之后了。 我一直在客厅等他,不敢休息,怕他回来不舒服,难受。 后来,他开始特别厌恶我打电话找他,甚至一度在出去喝酒的时候把我拉黑了。 那之后,几个月我不给他打电话了,也不在客厅等他了。 但是我自己的情绪变得不好了,很内耗。 无数个等待的夜晚,我摸着运度思考,婚姻带给我什么,我要不要继续。 内耗是最可怕的事情,它让我没自信,自卑,怀疑自己,干什么都不对。 怀孕正好是长体重的时候,可是我每次产检,体重都掉得很严重。 最后一次,医生已经严重警告我了。 再这样下去,孩子会有危险的。 我躺在病床上愣愣地看着齐鸣唾沫横飞,破口大骂,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一定要嫁给他了。 而且还是远离家乡一千公里以外嫁过来。 当年他在我们那所城市上大学,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已经大三了。 毕业后,他说要回家乡发展,我舍不得两年的感情,毅然决然地跟着他回了家乡。 现在想来,我当时应该算是严重的恋爱脑了。 一毕业,我们就结了婚,前两年还算恩爱,他也不是经常喝酒。 可是,自从升为部门主管,那应酬酒局也跟着多起来。 我甚至已经忘记,我们两个人一起吃晚饭是什么时候了,好像这大半年都没有过。 这位先生,你能安静一下吗? 这里是医院,不允许大声喧哗。 护士实在听不下去,走到齐鸣跟前制止他的骂声。 还有,孕妇失去孩子已经够难过了,你作为家属不安慰还在这里阴阳怪气。 昨晚急救的时候不见人影,孩子没了,你来骂了。 这孩子难道是孕妇一个人的吗? 齐鸣被护士堵得一句话上不来,脸都憋红了。 他气得指着我说,李静,你不是能耐吗? 我就不给你签字,你爱找谁找谁。 齐鸣说完这句话转身走了,护士跟了几步都没拉住他。 哎呀,他真跑了,怎么办,你还要做手术啊? 护士跑回病床前,焦急地问道,你还能联系到给你签字的人吗? 我惨白着脸摇摇头,我自己签可以吗? 我为我自己负责,可以吗? 护士面路不忍,到底是点点头,可以的。 我从小到大没住过院做过手术,被换上隔离服的时候就开始紧张, 全身不住地起鸡皮疙瘩,打哆嗦。 医生护士轮番上阵安慰我,要我安心,迎禅只是小手术,很快就结束, 可我还是忍不住哭出了声。 手术的过程我感觉自己是清醒的,疼得浑身发抖,但是又说不出什么地方疼。 中途还出现了意外,大概是我太紧张了,心跳过快, 我呼吸急促,很快就上不来气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回到病房里了。 护士检查了一下我的情况,欣慰地说,终于醒了, 头一次见银产把自己下窒息的。 还好医生反应快,要不然啊,你就危险了。 我睁着迷迷瞪瞪的眼睛,还不能反应过来护士话里的意思。 等了一会儿,护士在我眼前挥了挥手,问我怎么样了。 我眨眨眼,表示自己好了。 你大概需要住一个州的院,出院前会再做一次检查, 你这一州怎么办? 没人照顾啊。 我想了想,问道,是不是有护工? 帮我订一个州吧,谢谢。 就这样,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星期。 我和公司请了半个月的假,除了有偶尔的工作电话, 我的手机十分安静。 齐鸣一个州没有联系我,公婆也没有。 出院之后,我没有回家,先去住了一个州的酒店, 感觉自己恢复得差不多了,才回家。 这半个月我差不多已经可以情绪稳定地面对失去孩子的事实。 而且这半个月我也想了很多, 我和齐鸣肯定是过不下去了,肯定得离。 只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婆婆和我说过, 他们家族没有离婚的先例,大家都是从一而终的。 那时候,我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的爱情能白头到老。 现在,这或许成了离婚的一个难题。 我推开家门,那铺天盖地的气味差点把我熏走。 在门口站了两分钟,直接开着大门走进去, 进门的地面上全是横七竖八的鞋子袜子, 有的甚至已经跑到了客厅里。 客厅餐厅的外卖盒已经堆满, 整个房子已经落不下脚了。 我走进卧室,衣橱里的东西已经全部被翻出来了, 扔得到处都是。 我找了两圈,才找到自己来这座城市时代的行李箱。 一件件挑出自己的衣服,整理好收进行李箱。 我本来以为结婚三年了, 我的东西应该是特别多的。 回家的路上还在想要不要再买个行李箱, 收拾完才发现,我来的时候是一个行李箱刚满, 三年后还是一个行李箱刚满。 我准备出门的时候, 齐鸣回来了。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行李箱。 干嘛去? 我提了提手里的箱子, 不怎么沉,我们离婚吧。 齐鸣显然没听见我说什么, 因为他问完话, 自顾自地进屋了。 去把我那套灰色的西装找出来, 明天大领导来视察。 我紧抓着箱子不放, 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齐鸣,我们离婚吧。 这次他听到了, 扔了手里的东西, 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 站在我的面前盯着看了大概有一分钟, 伸出手指一下一下戳在我的肩膀上。 一字一顿地说, 你,要,和,我,离,婚。 我忍着肩膀的疼痛, 直视他的眼睛,坚定地点头。 好像是我的行为惹怒了他, 他推了我一把, 吼道,李静, 谁给你的胆子和我离婚, 离了我你活得下去吗? 我稳住身形, 抓紧行李箱,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周一上午九点, 明正局见。 走了两步之后, 齐鸣在我身后喊道, 李静, 你今天走出这个门, 就别想再回来了。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连夜搬到了公司的集体宿舍。 同事们看到我搬进来, 各个好奇的八卦, 问我都结婚准备生完了, 怎么还住宿舍? 我实话实说, 孩子没了, 准备离婚。 这一下都晋升了。 我收拾完东西, 看到大家还一步一趋地跟在我身后, 有些纳闷。 年长的同事站出来, 问我是不是需要什么帮助。 我笑着摇头, 表示自己很好。 我自从来到这座城市, 就一直在这家公司上班, 工资不是很高, 同事之间关系比较融洽。 看出他们是真的关心我, 又解释了几句, 大家才陆续地去休息了。 晚上和我关系很好的, 一个同事杨丽, 敲摸地爬到我床上, 和我并排躺着, 拉着我的手。 你还好吧, 半个月没上班, 怎么一下子来了个这么爆炸的新闻啊? 我心里实在是憋屈地慌, 和她说了说最近发生的事情。 可是, 你老公她只是喝酒而已, 又不是出轨或者乱嫖, 你就这样离婚, 不觉得可惜吗? 杨丽似乎不理解我为什么一定要离婚, 还想劝我一定要想清楚。 我没有再说话, 是不想再继续揭露自己的伤疤。 周一一早, 我就等在了民政局门口, 可是一直到十点多, 其名都没有出现。 我忍不住给她打了电话, 直到响玲要断了那边才接起来。 干嘛? 我不是说了今天有领导视察。 我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觉得自己约错了时间, 不过片刻功夫后终于反应过来。 我在民政局门口等了你两个小时,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我默默地把手机拿得远离了耳朵。 李静, 你TM的, 我给你好脸太多了是吧, 非要上赶着找事。 孩子没了, 再要一个不就行了, 谁像你似的这么小的事要提离婚? 我和你说, 今晚我下班回家要看到你, 要不然, 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 电话挂断之后, 我捏着手里的号码牌看了看, 扔进了垃圾桶里。 打车去了当地的法院, 直接提了上诉, 要求离婚。 正常的话, 一个月就会开庭, 让我回去等消息, 他们会先和齐鸣沟通。 当天晚上, 齐鸣打电话来, 问我为什么没回家, 都要离婚了, 我为什么要回去? 齐鸣似乎又喝了不少酒, 舌头都有点大了, 你这次到底在闹什么? 消停点过日子不行吗? 你喜欢孩子, 过阵子你好了, 我们再要一个, 别闹了呀, 抓紧回家。 我仰起头, 不让眼眶里的眼泪落下来, 蒙眨了几下, 总算止住了嘞。 齐鸣, 我没闹, 这是结婚三年, 来我第一次提离婚, 认真的。 我不像他, 一生气就把离婚挂在嘴上。 而且我们住的房子, 是他们家买的, 所以, 每次吵架吵得凶的话, 他都会让我滚。 齐鸣没说话, 我只听到了一阵 稀里哗啦的声音, 他应该是把手机给摔碎了。 第二天下班后, 我出门准备买点吃的, 一出公司大门, 竟然看到了齐鸣和他妈。 婆婆看到我立刻走上前来, 我听齐鸣说, 你把孩子做没了。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你们结婚三年了, 好不容易有个孩子, 还不好好爱惜着, 做什么? 果然,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所有错都是我的。 我瞥了一眼齐鸣, 他冷漠地看着他妈训斥我, 一点反应都没有。 又一次禁不住怀疑, 我到底为什么嫁给齐鸣呢? 这三年我到底过的是个什么日子? 医生说, 是因为齐鸣喝酒太多, 精子质量不好, 才坐不住胎的。 我打断了婆婆的喋喋不休, 直击要害。 这话一出, 两人愣在当场。 反应过来之后, 婆婆立即否认, 不可能, 我儿子身体好着呢。 再说了, 孩子在你肚子里五个月了, 没了怎么能怪我儿子呢? 我嘲讽地一笑, 爱信不信, 对了, 医生还说, 赵齐鸣这个喝法, 以后要个孩子难了。 李静, 你那是个什么态度, 怎么和我妈说话呢? 几天不回家, 学会阴阳怪气了。 我懒得李这神经质的娘俩, 抬脚就要离开。 你去啊, 什么时候回家? 我停住离开的脚步, 回头纳闷地看向齐鸣, 是我说得不够明白, 还是你不理解我的话? 我要离婚。 你说什么? 你要干嘛? 婆婆紧走了几步, 过来拉扯我。 你要离婚? 你凭什么离婚? 我儿哪里对不起你了? 你一个月挣那撒瓜俩枣的都养不活自己, 要不是我儿子养着你, 你能有好日子过。 时间真是个好东西, 容易让人遗忘一些对自己不太好的事情。 这一点在齐鸣身上尤其明显。 齐鸣, 你忘了吗? 我们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 我的专业课成绩比你好得多。 我为什么会在这个纸转撒瓜俩枣的公司待着? 你也忘了吗? 当初明明有高薪的工作等着我, 可是因为齐鸣的一些, 劝说我选择了现在的公司。 只因为这里一天八小时不加班, 双休, 能随时在家照顾家里。 现在说这些, 有什么用? 反正我儿子转得比你多, 就是我儿子养的你。 望着那纸高气扬的嘴脸, 我一句话都不想说了。 反正我们家是没有离婚的先例, 除非是丧偶。 婆婆在的时候, 齐鸣总是表现得很沉默, 就像她妈是她的嘴涕一般。 公司里出来的人越来越多了, 我不想被人围观。 叹了口气, 我已经上诉了, 过几天你们就能接到消息了。 这次不给他们叫住我的机会, 快速离开了。 这一个月内, 齐鸣来找过我好几次, 企图让我回去。 同事杨丽, 也时不时地劝我, 女人还是回归家庭的好, 不要离婚了, 离婚了日子才难过呢。 我不为所动, 执着地等着法院开庭。 我知道首判大概不会判离, 但是我需要这个过程。 可是直到等到一个半月, 法院里都没有给我信。 实在等不了了, 我直接打车去了法院里问, 这一问才知道, 我的上诉推到三个月之后了。 我很纳闷, 问了问为什么会推到那么晚。 工作人员一开始不肯说, 最后禁不住我的软磨硬炮才告诉我。 原来是齐鸣找了关系, 想要直接撤诉, 但是案件已经成立它, 没有全力撤, 便把案件推后了。 也就是说, 三个月之后都不一定开庭。 我气得浑身发抖, 恨不得去撕了齐鸣。 我仔细考虑了一下, 这样下去不行, 齐鸣不同意离婚, 会和我一直耗着。 我想回老家的打算永远也实现不了。 起诉离婚指望不上了, 我只有另想办法。 我回宿舍收拾了东西, 当天帮回来了家。 就是有个事情有点奇怪, 杨丽对于我要搬回去反应还挺大的。 你怎么突然又要搬回去了? 不是要离婚吗? 我看了看他有些隐忍的脸色, 不明白他的意思, 当初一直劝我不要和齐鸣离婚的是他。 怎么我要搬回家? 他看上去像是不太情愿呢。 总住在宿舍也不行, 总得回去和当事人商量啊。 这时候我要是知道他已经和齐鸣搅和在一起, 说啥也不回去住那几个月了。 我回家的时候, 正巧婆婆在厨房里做饭。 看到我回来, 脸不是脸, 鼻子不是鼻子的, 也不知道现在年轻的女的怎么做人媳妇的, 一不顺心就离家出走。 可怜我上班那么辛苦, 下班回来也没个人做口热乎饭。 我没理他, 静止回了卧室。 我说这一个月, 齐鸣那习惯了别人服侍他的人, 怎么只是打了一两个电话找我, 原来是他妈来这里伺候他了。 坐在主卧的床上, 看着到处都是齐鸣的东西, 我想了想, 又站了起来。 拉着行李箱去了次卧, 准备再次卧将就一段日子。 过了没多久, 齐鸣回来了。 一进门看到他妈就问我回来了没有。 我正奇怪他怎么会知道我回来, 齐鸣就给出了解释。 李静那个叫杨丽的同事, 给我发信息说他今天回来。 杨丽竟然还和齐鸣单独有联系, 我压下心中的疑惑, 走出了次卧。 齐鸣说话的声音一顿, 终于舍得回来了呀, 以后老老实实地给老子待在家里, 工作也别干了。 我已经和你同事说给你辞职了。 我无所谓地点点头, 反正离婚后我就会离开这座城市, 这工作早晚得辞。 工作辞了无所谓, 我想问一下, 什么时候去离婚, 或者你怎么样才肯离婚。 齐鸣立刻恼羞成怒, 你TM的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非要离婚是吧? 我今天就打死你, 省得离了。 说完他高高地扬起手, 下一秒就要打在我的身上。 我握紧自己的拳头, 迎了上去, 陈生说道, 齐鸣, 你今天要是敢打我一下, 以后你最好在这个家里没有睡着, 或者喝醉的时候。 什么意思? 我睡着了, 你能怎么样? 齐鸣对于我根本就是看不起, 毕竟我俩的身高体重悬殊太大。 哼, 你要是睡着了, 那我就准备一锅热油全到你身上。 反正你不想和我离婚, 我也不想活了, 大不了鱼死网破。 大概是第一次见到我露出这么果断又狠辣的表情, 齐鸣的手慢慢地放下了。 婆婆推嗓着我, 骂骂咧咧地, 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狠毒啊, 还要用热油泼我儿子, 你到底有没有心, 是谁供你吃喝啊? 我儿子不打你, 我今天就替你爹妈好好教训教训你。 他一路推着我, 还想来抓我的头发, 我比他高不少, 没有让他得逞。 我抓着他的双手, 历声说道, 你只是我老公的妈, 给我生命, 教育我的是我的父母, 没有你的一点功劳。 所以, 你也没有资格替我爸妈教训我。 婆婆被我气得说不出话, 开始叫旁边 看着我们的齐鸣帮忙。 齐鸣走过来, 扯开我的双手, 把他妈拉到一边。 李静, 你到底怎么了? 好好过日子不行吗? 为什么非要离婚? 真是可笑啊, 我提出离婚两个多月了, 他才想起来要问我 为什么要离婚。 齐鸣, 你还记得 把我从家乡 带到你制作城市的时候, 你说过什么吗? 齐鸣皱起眉头, 显然已经忘干净了。 我自嘲地笑了笑, 原来承诺, 记住的是被承诺的人, 真正承诺的人 早已不记得了。 环过我们结婚三年住的房子, 刚一开始没有钱, 家里的东西 都是陆陆续续地添置的。 由空空荡荡 变成一个家的模样 用了一年的时间。 多可笑, 两年的时间, 家里的人就变了样子。 当初那个信誓旦旦说, 绝不会让远嫁的我输掉的人 已经变成我不认识的样子。 齐鸣, 我输得太彻底了。 带着肚子急救的时候, 我的老公在喝酒。 做银产手术, 怕到窒息的时候, 我的老公在埋怨我。 我住院的时候, 我的老公一分钟都没有出现。 生死面前, 我都指望不上你, 我还要你干嘛? 摆着吗? 供着吗? 上赶着伺候吗? 齐鸣听着我说完, 哑口无言。 倒是婆婆有很多话要说, 她不说出口我都知道她 要给她儿子开脱, 所以我选择不听。 直接开口询问齐鸣 什么时候去办离婚登记。 我爸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想离婚后回去照顾。 齐鸣愣愣地看着我, 半晌才想起来 打断婆婆的叨叨声, 让婆婆先回老家去。 送完婆婆, 她回来后沉默地坐在我旁边, 过了很久都没有说话。 一直到滑灯初上, 外面的光照进客厅, 齐鸣挪到我身边, 想要拉我的手被我躲过去了。 李静, 那时候我被气昏了头, 没想到你那么严重。 还有那阵子公司 有个和我差不多资历的 在争我的岗位, 我不得不打起 十二万分的精神应付。 忽略了你, 我今天在这里和你正式道歉, 不闹了, 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好吗? 我站起身, 打开客厅的灯, 强烈的光让我有些不适应, 站在原地待了一会儿。 道歉并不能弥补造成的伤害, 而且后面每次想起这件事, 都会是我心里的一根刺。 我们还是分开得好, 省得以后相看两声宴。 齐鸣的耐心有限, 听我这么说, 脸上又挂上了怒气。 不是说了我不会离婚吗? 再说, 你嫁过来的时候, 我妈就告诉过你, 我们家族没有离婚的先例。 不管怎么说, 我不可能做那个让家族蒙羞的人。 哼, 他说来说去, 无非就是怕回老家的时候丢脸罢了。 我回家住之后, 前几天齐鸣还会做低姿态哄我, 后来耐心耗尽了, 又开始出去喝酒。 我等的就是他整晚整晚的应酬, 鸣鼎大醉。 前些日子, 在公司宿舍的时候, 我收到了他的体检报告, 显示他胃溃疡已经很厉害了, 如果再不注意继续喝酒, 很有可能造成胃出血或者胃穿孔。 只是没想到我无聊出去逛街的时候, 秦鸣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回家住之后, 我不再像原来一样任劳任怨地收拾家务, 洗衣做饭, 空闲时间多了很多。 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 东瞅瞅膝看看, 余光不小心看到商场一个不起眼的过道里, 一对男女抱在一起。 本来这种事情扫过就算了, 可是我看着那两人眼熟, 忍不住回头仔细看去。 这一看不要紧, 竟然是秦鸣和杨丽。 这两人, 竟然勾搭在一起。 杨丽有家庭啊。 对于秦鸣出轨我已经无所谓了, 反正我们快要离婚了。 我慢慢悠悠地走过去, 快到跟前时故意弄出了声。 两人听到动静立刻松开了。 看到是我, 杨丽尴尬不已, 秦鸣瞬间的慌乱之后又很快平静下来。 我和她, 我们是秦鸣开口解释, 显然没想好词, 一字一顿的。 杨丽上前想要拉住我的手, 被我躲开了。 我, 今天我们是偶然遇到的, 秦鸣说你一直不原谅她心里苦, 我想着安慰一下她, 没别的意思。 李静, 你信我, 我自己还有老公呢, 不会破坏你们俩的, 要不然也不会劝你别离婚。 我没有回应杨丽的话, 只是看向秦鸣, 问她到底什么时候离婚。 说了不离婚, 不离婚, 你为什么要一直提离婚? 杨丽听到秦鸣的话, 瞬间脸色不好了。 我饶有兴致地欣赏了一会儿, 才开口道, 可是上次我做银产手术, 伤了子宫, 以后可能都怀不了孕了。 我是故意这么说的, 也是最近才想到的, 用什么方法能让秦鸣一家子同意离婚。 果然听到我的话, 秦鸣脸色巨变, 不可置信地让我不要胡说八道。 可以去我上次做手术的医院去问, 我说得越肯定越能唬住秦鸣。 不过今天这事还是挺个应我的, 两个有家有业的狗男女鬼混, 真的毫无下限啊。 亏我曾经还把杨丽当成好朋友, 把自己的私事一股脑地说给她听, 现在简直是打自己的脸。 我不理会两人直接走了。 回家后没多久, 秦鸣便跟着回家了。 她扯着我的手腕, 说要带我去医院检查, 是不是真的不能生了。 我正脱开她的手, 拿起一边的纸巾擦了擦, 这个动作气得秦鸣胸膛, 上下起伏不定。 今天心情不好, 不想去, 等我哪天心情好了再去吧。 李静, 你不用想骗我离婚, 哪有人做一次银产手术就不能生的, 你就是想离婚是不是? 我肯定地点点头, 对啊, 我就想离婚, 你为什么不同意? 哼, 我告诉你, 进了我家的家门, 就是我家的人, 死也要死在我们家, 我是不会离婚的。 说完她框地摔门走了, 我一阵无语, 这是哪个封建家族的规矩啊, 结婚了就得死在他们家, 真是被荼毒得不轻啊。 自己乱搞着, 还好意思让我死在他们家, 我还怕脏了, 我轮回的路呢。 晚上我睡得不安稳, 满脑子都是什么时候, 才能离婚成功。 秦鸣回来的时候我听见了, 他让我煮行酒汤我也听见了, 但是没有听话, 自顾自睡自己的。 早上踏出房门的时候, 秦鸣正躺在地上。 我站在卧室门口疑惑地看去, 这是闲沙发上太热了, 睡地板上凉快。 绕过他去洗手间洗漱, 发现洗面奶不多了, 反正今天没事, 去商场逛逛买点。 我经过秦鸣的时候, 他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脚腕, 吓得我立刻尖叫起来。 冰凉的触感, 让我感觉有毒蛇爬到了身上, 瞬间心脏一紧。 抬脚晃了晃, 抽出了自己的脚腕, 幸亏他抓得不紧。 帮我,帮我, 秦鸣半边脸贴在地板上, 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 我没听清。 不过离得近了, 我看到他额头上一层汗, 整个人蜷缩地像只大虾米。 双手按在胃的位置上, 看来是喝多了酒, 不舒服了。 我饶有兴致地坐在沙发上, 欣赏着他的迥样。 这要是半年前, 这一幕肯定不会发生, 见到他有一点不舒服我都得急死了。 找要熬醒酒汤, 帮着揉肚子, 虽然人家不领情, 我肯定得积极地做。 现在我心里一点连衣都没有, 甚至想, 疼得再厉害一点才好呢。 就他这个疼根本比不上两个月前 我五个月大的肚子坠疼, 那真的是又疼又害怕。 李静, 我, 我太疼了, 你, 你送, 送我去, 去医院。 我伸出手, 摸了摸自己无聊的时候新作的指甲, 冷漠又无情地说道, 我又不是司机, 你自己打120倍。 说完我站起身, 准备出门去买东西。 走到门口, 又转回身, 看到齐鸣虚弱地抬起手似乎想挽留我。 我勾了勾嘴角, 好好感受现在的感受, 这才哪到哪。 关上门之后, 我自然没有看到齐鸣一口鲜血喷出, 彻底晕死了过去。 我出门之后, 先去附近的银行查了查自己余额。 幸亏齐鸣看不上我挣的撒瓜俩枣, 而且又极其大男子主义。 他发工资了, 总是取出几千块钱, 直接扔给我, 说是家用。 这三年, 我们没有孩子, 而且我不是喜欢打扮的人, 他又大部分时间不在家, 这反而让我攒下了钱。 除了我的工资, 还有他每个月扔给我的, 也花不了。 我办了一张只存不出的银行卡, 没有绑定微信支付宝这些。 想知道有多少钱, 只有去银行查。 我一年的工资五万左右, 三年存了十五万, 加上齐鸣给我的一个月存两千, 现在我手里有二十多万了。 就算离婚的时候他不分给我钱, 这些也够了。 查完余额心情大好, 打车去了最大的商场, 准备给自己买套新衣服。 逛了几圈, 没有看到喜欢的, 倒是把自己光饿了。 去了一家喜欢的馄饨店, 热腾腾的馄饨刚上来, 杨丽打电话给我了。 我看着屏幕上闪烁的两个字, 瞬间想到昨天的事情, 有些反胃。 我怕接了电话, 馄饨没法吃了, 直接挂断。 没想到没有几秒钟, 电话又打来, 我挂断, 又打来, 来来回回的好几次。 我彻底把手里的勺子放下, 接起电话。 还不等我说话, 那边传来急促的声音, 李静, 你快来人民医院, 齐鸣吐血昏迷了, 要做手术, 需要家属签字。 我一愣, 原来齐鸣都吐血了呀, 这么严重。 我点点头, 脸颊碰到手机才想起来杨丽看不到, 行, 等我。 说完我直接关机, 好好享受我眼前的美食。 吃完馄饨, 我又回到刚才商场, 把看中但是闲价格高的衣服买了。 然后心情很好的, 拿着衣服去了干洗店。 做加急处理, 我要等着穿。 这一折腾两个小时过去了, 我换上新买的衣服, 把原来身上已经穿了好多年, 的T恤牛仔裤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我查了一下从我这道人民医院的路线, 打车的话超过了起步价, 太贵了, 不行, 还是坐地铁吧, 毕竟现在政府倡导绿色出行, 我可是良民, 积极响应号召。 等我出现在急诊的时候, 正好齐鸣手术做完, 还没有送回病房。 婆婆看到我, 立刻上来拉扯我, 你这个贱人, 怎么这么狠呢? 我儿子都吐血了, 你还把手机关机? 我儿子要是有什么事, 我今天和你没完。 我扶开婆婆的手, 她自己喝酒喝的吐血, 和我有什么关系? 别拉拉扯扯的, 我新买的衣服, 挺贵的呢。 你你你, 婆婆一手捂住自己的胸口, 一手指着我, 声泪俱下, 我们家造的什么孽呀? 娶了一个这样的毒妇, 李静, 这就是你不对了, 杨丽上来扶住婆婆, 我赶到的时候, 齐鸣已经昏迷了, 那血兔的都把她半个身子浸湿了, 要不是我打了120, 把她送医院, 她, 哎, 你答应来签字, 结果又关机了,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眼前这两人更像婆婆和儿媳妇, 互相搀扶的样子, 太刺眼了, 我巴不得她死, 干嘛来签字? 我现在来, 也是为了来看看她死了没有, 死了我好继承遗产, 我微微地弯腰凑到她俩跟前, 小声挑衅, 果然这两人炸了, 跳起来骂我, 很快护士出来制止, 让他们安静, 这里是医院, 看到我的时候愣了一下, 是你呀, 你恢复得怎么样, 复查了吗? 还真巧, 当时我在急诊, 也是这个护士一直在照顾我, 我微笑着点点头, 指了指手术室, 里面的是我老公, 他惊讶地看了我一眼, 又看了看婆婆和杨丽, 说道, 真是风水轮流转啊, 人啊, 果然不能心眼太坏, 我听到这话深感精辟, 不过对我来说, 这转得还不够, 最好是往死里转, 手术室的门打开, 我没等齐鸣被推出来, 就转身离开了, 齐鸣住院半个月, 我一次没去过, 婆婆来拿东西去医院, 让我去照顾齐鸣, 我滔滔耳朵, 当作听不见, 不过从他大喊大叫中我了解到, 杨丽那天来找齐鸣, 是为了问他到底什么意思, 似乎还想和齐鸣有个什么结果, 这俩狗男女, 我看见就恶心, 根本不想了解他们的事情, 齐鸣出院, 第一时间和我办了离婚登记, 办完离婚登记我, 搬到早就找好的地方, 待了一个月, 拿离婚证的时候, 齐鸣到得很准时, 脸色不好, 他叹息说, 没想到我们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我嗤之以鼻, 心想, 早该走的, 是他非要拖着的, 登上回家乡的飞机, 看着窗外飘过的云朵, 我觉得他像自由的形状, 回家半年后, 杨丽给我发信息说, 齐鸣得了胃癌, 他已经为他离了婚, 没想到他得了绝症, 我说, 这不是你自己的选择吗? 全文完。